今天分享给你们家常豆腐的做法 首先把葱蒜、嘎辣椒切好备用 豆腐切成小块 锅里放水,豆腐冷水下锅,水开煮两分钟捞出 以锅烧油,油热以后放入肉馅儿翻炒 可以加一些料酒,翻炒到肉馅儿变色 先一勺豆瓣酱炒出红油 加少许辣椒粉 生抽 萝卜油 翻炒均匀,加一点点的糖 最后倒入豆腐,轻轻翻炒均匀 这道菜就完成了 可以盛出来,再来一碗米饭 倒上一杯自己喜欢喝的,就可以开吃了 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美食,就点赞加关注吧 因为您怎么样,我现在真的没给您ало 或者说